在老师与家长的陪同下 小朋友盛装打扮上台开心的与金融市长牛昌合照 这是金融市精英奖颁奖典礼现场 去年因为疫情无法举办公开颁奖 今年在疫情去缓下恢复实体仪式 牛昌特别向所有获奖的同学表达恭喜 也感谢市长辛苦的教导 跟祝福所有毕一生 能够蓬城万里顺利朝下一个学习阶段努力 能够得到金融奖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容易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一定是表现得最优秀 受到同学的一个肯定 也受到老师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我想今天这是莫大的一个荣耀 其实还是要恭喜家长这么优秀的子弟 但是要最感谢的其实还是校园里面最辛苦的老师 还有校长们的一个指导 那最后市长也要进入所有的毕业生 大家蓬城万里进入到新一阶段的一个学习的历程 全市共有323位优秀的毕业生获得金融奖殊荣 其中中兴国小特教班的张浩宇虽然患有重度多重障碍 却总是展现开朗灿烂的笑容 并勤奋好学获得师长同学的好评 他在平常上课里面常常用开朗的笑声来影响到周遭的小朋友 他虽然身体有蛮多的障碍 但是他却在学习上还有动作的表现上面 越来越明显的进步 中校国小富佑的傅凯杰则是绘画高手 身上穿的各类恐龙都是他的杰作 凯杰他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小孩 然后很会画画 然后念唐诗啊跳舞啊都很棒 然后参加53届世界儿童真话比赛得了佳作 然后身心障碍的绘画也是全市的佳作 许多得奖学生也很开心 六年来辛苦没有白费 更期许未来能更加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就是很开心能拿到这个奖项 因为其实在班上我有很多竞争的同学 我觉得金奖代表着我这六年来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你是证实了我六年来学习的努力 还有就是师长的努力也得到证实 还有家长培育我们的用心 而这座象征得奖者展示高飞的金奖杯 其实是以这一位二性广色科学生陈沛宇的设计为基础 选择就读时间大学服装设计系的陈沛宇很开心 自己的设计图能成为真正的奖杯 教育处长杜国正强调毕业并不是结束 而是人生另一个重大里程碑的开始 像所有学生都能像奖杯上的黑渊一样 拥有远大的目标 精准的眼光以及专注的意志 展示高飞 勇敢朝人生目标前进 记者张启腾 金奥报导